这个对面一冲脸的时候 对面大虫子 对面大虫子 就打他 其他的人都看不到了 是的 然后想到了李悟河的阿木悟 那其实一般来说 到后期的话 就是大嘴起来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 应该说是醒目的一个目标 但是一旦是你没有 这种当中冲不死它的话 就很容易就被对方给翻了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好 今天晚上九点半 大家不见不散哦 记得我们的地址哦 大点低阶点PU点CN 斜杠998哟 就这样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双方也是各自守一下 看来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意图 这边的话 胖娘选择的皮肤 不是消防队员了 消防队员是一些 白色的东西出来 感觉怪怪的 所以还是要和谐一点 是的 那这一盘的话 主要来看一看 小炮是因为是 没有带这样一个隐燃 所以说它的这样一个 进攻性的话 应该还是稍微的 不是特别的强 这个直接看上去好帅 他在玩杂耍嘛 这两个四目相对 好 这边也是探测到了 但这边是有一个眼 所以他们也知道 我们看一下这边 也是LM 也是直接打算是 这边是发现了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个 观众在我们的论坛上 收到了CDK了 嗯 论坛ID叫 摩尼烈 很舍得用真眼把这边的 LM的对方眼拔掉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盲森他是一个偏向前期 抓人型的英雄 而这个人马的话 是偏向发育型的 这样一个英雄 就所以就要看的话 我觉得前期这两个人的 这样一个对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到底是 盲森能够带起节奏来 还是说是被人马 给拖出他自己的 这样一个发育的一个时间 这边的话是中二 好 这边的话 也是让依旧是 啊 内心想问一下 昨天这边横管了 一个张家小炮的照片 是你本人吗 哈哈 他说的应该是 我知道是谁了 应该是黄部队这些 好 这边是叫了一个点燃 好 这边 直接冲过来强杀 这个一旋 好 有了 但这边自己也很危险 应该是能够把他给收掉 接 还是有闪现的 还差一下 有没有Q 有没有Q 没有 没杀掉 这一下的话就 亏大了呀 盲森就 是的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 前期应该算是 盲森他这个抓人的效果 就要差得多了就要 那对方中二的话 这样对单人线来说 影响不是很大 考验的就是瑞兹的一个抗压能力了 是的 然后上路的蓝波这边感觉上面对对方的大嘴和捷拉 六级之前应该压力也不是很大 就算是到了六级之后的话 好像问题也不会很严重 那么也是 其他捆住之后啊 大嘴也是尽量的在那边喷 造成尽量多的一个输出 赵母娘来视察 现在我和媳妇坐在电脑前面看直播 赵母娘在厨房做饭 等一下感觉会有狂风暴雨 还有 弟娘啥时候女装解说 最后一句才是关键 踢到了 哎 在这边的话 蓝波的状态不好啊 嗯 也不太敢上 而且大嘴他本身还是有着这样一个屏障的 嗯 可以发现捷拉加大嘴 他们这样的一个这种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就算是被抓死 还经常是能够换掉一个人 双战士 对 这样一台的话 其实就算有的时候不胜被抓 也不是有太过的亏损 然后这边中路的话 因为是双人线 所以说也是尽量的猥琐 反正它一时半会推不掉 小炮这边配一个有控制的辅助的话 效果也都不错 而且像宝石和蜘蛛这种 都属于比较中的辅助 但是说实话 如果说是中路中二的话 小炮的特性是完全发挥不出来的 线太短了 线太短 它不太敢 完全是不敢 没有W的机会 对的 靠娘初期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就是W的一个输出 所以说这边的一个幻线 三人长大 三个人 很好的分摊了一个伤害 漂亮 但这边瑞兹是有闪现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 没有 应该没有机会 毕竟瞎子太灵活了 如果再稍稍的跨一点点的话 那么应该能够闪现 在闪现上应该能够低下掉 如果他身上有个传送 当时传过来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老是出场 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你想过维努斯的感受吗 你想过兰博的感受吗 没有 他经常会被搬掉 也是 然后 哦 哦 这个伤害 哦 刚刚如果瑞兹果断给一个点燃的话 这个就死了 但是没想到 他正好是跳到蜘蛛旁边 然后弹了又弹 对 然后下路的话 因为同样是两个这样一个单人线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杰 他的这样一个能力 在前期能够比较压制螳螂的 螳螂的话 他一般来说 都是要达到最起码到六级 他的一个升级的 他的一个W 才拥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资本 是的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上路 所有的目光的聚集点 都放在大嘴身上 他还会飞 特别是他那个翅膀 不是真正翅膀 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 会跳一下 他会飞 诶 蜘蛛往上路不走 我看蓝波还多少 到六级 还有大段条件 那还有一段时间 这边蜘蛛上来的话 可能要多待一会儿 而且这里有个针眼 他是过来帮助插眼 同时如果刚刚是有机会的 我们可以看到盲森也就在这个附近 所以说 一旦是抓住这个时机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三围二子 三打二 但是上路是一个自暴流的打法 三围二打完了 说不定还被对方带走两个 对 但如果能一划二的话 也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是的 哦 这边泡娘的双Buff 好像很爽的样子 好像是这样 没有被抑制 这个对蓝波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蓝波也是达到了一个六级 同时他的 哎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这边想要杀卡斯特 好 换掉 哎 哎 差一点点 一个W技能是回了点血 还是喝了个大红药 但是毕竟 呃 点燃这个效果的话令他回血 啊 这个大招 哎呦 蓝波这个大招开得太完美了 两个小线 你们真的要冲塔吗 哎 真的要冲塔吗 然后自暴流 哎 炸死他 双自暴流 炸不到了 炸不到了 哎呦 差一点点 还还可以接受这个结果还是 对 换二 然后这个四级的这个的话 看到了他只能是跑路的只能是 我是来打酱油的 如果刚刚是杰拉能够果断一点把那个大嘴给卖了 其实杰拉还是讲究大嘴看得出来 因为他伤了还有一个虚弱 对 但他刚才塔下翼的那一下翼到两个人非常的关键 对最主要是翼到的蜘蛛 蜘蛛本来是再扛一下塔的伤害他就要飞天的 对 没想到的话那一下翼的那么准就让他被塔直接给打死了 然后关键是杀子也被翼住了 对 然后蒙森很尴尬他自己人都已经甩完了不知道又想杀大嘴又觉得又杀不掉就往外跑结果被塔打了三下打死了 这边炮娘的话是选择先直接出了这样一个小弯刀 小弯刀 比尔基欧特弯刀 也是看来是打算是有可能是可能能是直接做破半 哎呦这边被点的好痛 但是毕竟杰拉跑太慢了如果能快一点的话现在应该是能够杀掉他的 也可以看到如果刚刚不是杰想要在塔下强杀的话 然后正常来说应该还是杰是能够打得过螳螂的 是的 而刚刚是也是换掉 换掉的话也是这个但是杰先死的 这样的话螳螂也是吃到了那一点经验 是的 哎这边哎呀 你用技能去见这个螳螂的W 而且螳螂看看能有没有大招又没机会了 哎 哦漂亮 这个W关键时候又回了一口 而且刚才他两波大招的释放 是让他的被动无形威胁刷新的是非常的漂亮 是的 刚刚那一下确实是让人没有想到 他每一波都打了一个大招 但是哎呀应该杀得掉 那这边杀掉了看看会不会大虫子上去自爆一下 哎 然后盲登忌而不舍 再见 好的 Lucky这一波打野的节奏非常的好 刚刚是LM的下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次杀 然后但是皇祖是立马还颜色 是的 而且这边兰博在上路1位2的这一路 居然还是刚才成功单下药的大虫 这个大虫 而且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刷兵的话 也是刷的是不弱于瑞兹 同时他还拿到一个三个人头 他比杰现在发育都好好不好 嗯 杰跟这个卡子特在兽操作 对 双人路对双人路的单路嘛 总感觉他们俩打就是五五开的 是的 但就看关键的那一下 反正还是说刚刚是他的一个大招用的好 嗯 就是大招是不停的刷新来到一个被动造成的那些 卡子特 比较高的输出 现在的话经济是稍微由皇祖领先一点 而且还有一条小龙的优势 其实说话还差不多 最主要是杀了的卡兹克啊 现在发育的是非常的不错 是的 嗯 其实兰博的话和卡兹克的感觉是也是有一点像的 就是说 一旦是他们起来了打团战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凶残 对 兰博是这个 兰博他是一个爆发高 然后卡兹克他一个收割能力强 是的 但其实兰博的收割能力也很强 对 他的这种技能丢起来真的是又有伤害又有恶心的人 非常的麻烦 但是卡兹克这个技能刷新确实是非常恶心 我想起来有一次 有一支战队就是 先被人家杀掉了自己的四个队友 然后卡兹克过来一个人把对面四个人全部做掉 是的 然后这边上路换路的效果感觉也 也算一番比较高地 可以不要卖萌吗 高地是什么 我想起有个选手的名字叫高地平 叫高地平 啥啥啥 但我就一直没说 结果你说了 那我就跟着了 感觉这个大嘴现在发育的还行 毕竟还是拿到了两个人头大 对 还可以 而且大嘴他本身技能对于伤害的输出加成是非常的高的 是 他破败一出的话他的一个作案能力就非常强 对 他的W技能所提供的这样一个伤害啊非常的优秀 这边我们看到卡兹克很好的一赛一直利用草丛来刷新自己的被动 是的 这个伤害打出来呢 只要打到自己的身上是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 我感觉卡兹克这个英雄不管走哪条线都有他恶心之处 对 他如果走边线就有草丛给他不停的刷新被动 走中线就是干 走中线因为中线也很短 所以说他的一个安全性能得到非常高的一个保障 然后现在的话 如果对LM来说的话 这边是又直接要开秒卡 这个又开了他的一个大招 这以后到底是能全体打过 哦果然又是赢了 这边对于大招两次的理解都是非常的优秀 是的 他基本上是利用大招打出他的一个最大化的一个输出 没错 有点凶残 不知道Wite现在什么心情 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每次都是他主动求战的 对 就是感觉是拼不过又要拼 然后结果把B4给拼伤了 这边兰博已经是有了大腰带和面具 所以他上路过起来好像日子也逐渐逐渐的轻松了 这个EV2的路是我们比赛打到现在最舒坦的 好像是这样 相当的舒服啊 这个EV2 不过他主要来说也是建立在前面他拿了对方的两个人头之上的 也还是 没捅到 好 这个大招 成功断断了这个伤害 南波啊真是一个 为什么现在天天奔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么刚刚大队的话也一看自己基本上是一个beats 因为他知道南波他也是有着这样一个闪现 所以说他连闪现屏障是一个技能都没有用 是的 你们这么多人抢着给草莓生孩子 有没有考虑过草莓的感受 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这边南波他上路打的已经是非常的舒服了 那关键是接下来怎么办 他的补兵 是要马上赶上这个主流部队了 这关键四个人头啊 看上去就很苦的样子 人头的差距呢并不是很大 但经济的话稍微拉开了一点点的差距 然后下路的话是 刚刚是盲森过来蹲了一下带过 其实刚刚看到这边是有一个眼的刚消失子方的 那么这个卡特斯科应该是完全是 应该是感觉到了 是的 现在全场最淡然无视的应该就是瑞兹了 嗯 他在悠闲的发育 这边 然后大嘴已经出了破败 小炮也出了 双方的装备 步骤非常的整齐 好 直接想要一个冲塔强杀 但发现实际不对 这个冲离窝塔以后 发现卡斯特利用大招 哎呦 这个无形威胁的伤害 尿了 哎 这个蜘蛛还赶得怪 这是一个三人强杀吗 诶 她还听换了 诶 她还听换了 一个异技能 啊 被盲森一脚太收吗 诶 啊 还可以 这一波的话 终于在三人之力 成功拿下了 拿了这个卡特克的人头 是的 她刚才是不是想回家的 然后进化了一下自己的异技能 是的 结果 就酿成了 刚时确实是没有想到 蜘蛛会从这个边 这个位置给冒出来 算到了盲森却没有算到蜘蛛 是 算到了开头却没有算到结局 这边的话是要上路 因为推完了 所以说干脆也不跟蓝伯在上路混 直接是推下路算了 推着下路打小龙 对 然后这个眼的话也是被排掉了 下路这波应该是要打一波小船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蓝伯现在逐渐是在往下路赶 这个意识还是非常的好 嗯 在这一条 这一边的话 我们看能不能守住 毕竟他们还是 等盲森赶过还是有一个三个人的 诶 这是要杀吗 有点机会啊 感觉蜘蛛很危险 啊 还是没有选择强杀 但是他也没推掉啊 这一波 中路已经要推到二塔了 这样一塔换二塔的话 其实并不占便宜 好 螳螂赶了过去之后 但是发现 没得救了 总感觉这一波打亏了 这一波肯定是可以 下路一塔换掉中路二塔 必然是亏的 然后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小龙 如果能拿到小龙还可以 是 但我们可以看到 蓝波 蜘蛛还不在 那这一波的话 蓝波有没有大 蓝波有大招 有大招 其实可以打 再控温再控温 好 但这个LM非常果然的放弃了 如果面对一个十一级的蓝波 你还有想法拿小龙的话 那简直就是大错做错 大招还这边大两下 吐了一口 好 顶到是他们打算 他们的黄奴直接是打算拿这一条小龙 不过LM这边有眼看到了 看不敢上呢 看一看这个 人马能不能抢到 人马 哎 那洛神绝抢到了 这边的话还要打一波 这个大招漂亮冲了 后来卡特冲战进行一个收割 第一季男又刷新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刷起来了 小炮在哪 小炮 狗烟残残跑掉了 小炮说对不住了哥们 我先走了 这一波又抢到了又拿到了小龙 而且还完成了这样一波 几换几换快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人马身上 看他能不能抢到这个小龙 结果没想到 中路肯定杀不到的呀 刚刚一看他那个位置 惩戒是惩戒不到的 想一想应该还是被黄族给拿掉 但没想到杰拉是一个Q 还是一个E技能 把他给收掉了居然 太假了这个 是的 就像好像前段时间的卡牌一样 对不对 一个Q技能把那个龙给收了 对 姿态的卡牌 这边的话 炮娘的机动性 也是现在选择炮娘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这边炮娘的话 他的推线能力 应该是ADC里面非常强的 而且他刚才好像是在混乱当中 收了一个人头吧 对 而且收了人头以后 炮娘能够马上利用W技能 再次的逃生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点 LM的杰 是黄族的 你们考虑过黄族的感受吗 我发现我们的观众 总是分不清两支队伍 到底谁是谁啊 偶尔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点分不清 但是那是你 那是你 好 我们来看杰拉是怎么抢到 这条小龙的 仔细看看 一个E 应该是被花打掉的 太假了这个 被花打掉的 那个惩戒是没有能够成功的抢到 卡兹克这时候飞运来收歌了 这是我的节奏 我要一个打十个 蓝波懵了 这个真的是懵了 这里这个杰拉站在蓝波的大招上打 这个绝对是不明智 你稍微走一下位 蓝波的大招 我拿了小龙也就可以了 可以去死了 关键点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四杀流 就是他抱一抱伤害什么 想抱一下伤害 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对 有这种可能 换了一个脆皮之后 外套好像很敢拼的样子 有机会 漂亮 感觉外套的杰拉今天会被打出心里阴影啊 他今天是怎么了 每次主动球战都 杰拉这一把眼睛有四次主动球战 然后挂了四次 天哪 有点惨 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太惨了太惨了 实在太惨 感觉RM打出优势了还 刚才被大嘴溢了一下 突然间跑不动了 现在仅仅还只能说是这样一个军事还只能说是 我们刚才看到因为皇族这边的话 他的经济还是有领先的 经济有领先但是人头主要集中在蓝波身上 反观是中单的结 现在基本上已经属于一个废的情况了 他可以起一点作用 但是确实没有正常的结来说有用的多 对是没有什么用了 而反观对面的卡斯克 现在的装备在皇家里面的伤害是非常的可怕的 是的但他同样也是非常的脆皮 因此能不能不让他进行一个收割 是这个打得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蓝波才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 对的 他应该用大招能够阻拦到对方的一个后排 造成可怕的输出 然后同时不让杀掉对方前面 还不让对方的卡斯克有机会 是的 这样一来的话才有可能可以打团战的时候会有打得过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嘴现在发育也不错 你能把卡斯克限制住的话 大嘴也可以站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远距离 像刚才的话 这个应该说像刚才这种情况之下 杰的伤害是完完全全秒不到大嘴 那秒不到大嘴的情况之下 大嘴在刚才这种情况之下的输出 可以看得出 在出了破坏以后非常的给力 但是也可以刚刚看到杰的一套 也能够将大嘴打得是僵死 所以说如果能够配合上蓝波大招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你要知道刚才单挑的情况之下 如果论到打团的话 由于LM这里还是有很多能够保护后排的这样一个英雄 是的 而且他们的输出点远远不止大嘴一个人 大嘴的目的只是要把对面点残 哪怕你再上去自爆 这个时候卡兹克一来那就不一定 这就是自爆流和收割流的这样一个恶心的地方 对 我的感觉就是对方重免太多了 顾得到这个顾不了那个 是的 就是现在很尴尬的地方 而且其实我觉得虚弱对于杰这个英雄的克制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因为一方面他促进进来的话 如果给他一个虚弱 他基本上来说造成的输出会急剧的下降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关键这边的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除了辅助位以外 那中路的瑞兹然后算是上单的卡兹克 再加上大嘴 这样的话三个输出点都有着非常恐怖的输出 是的 这个团战是非常不好打的 瑞兹在无形中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虽然他是一个领异领的一个手机 但是他的一个补刀什么的还是 但是感觉他一个人在默默的发育 虽然我没有杀人 但是也没有太多被杀 而且我们可以感觉这般的话 有可能是小炮可不可能拯救系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补刀已经是接近250了 对的 250 你说话真的是不会加收拾 250个兵了 这样就对了 乖 现在的话是有破败加无击 这个装备已经非常的优秀 但他就怕的是 还没给他输出一个环境 然后有队友已经被秒 这个就非常可怕 但是你看泡娘现在的装备 是领先对面最高补刀的100个刀 是的 22分钟以后补刀255个兵 这个ADCA的数据真的是太优秀了 他在团战失忆的是 诶 能遇到了 下回来吗 应该不会 我觉得打人马前途不大吧 在人马一看这边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最主要是卡兹克还没有赶过来 他的一个大招的一个控制也并不能够很好的配合队友 还是放弃了 没有冒上 是 然后这边的话直接是 能不能排掉 我没有看到 这边是直接把小龙拿掉 是 人家能够拿掉就要小龙就已经赚了 所以说没必要再在这边纠结着 是的 经济已经完完全全持平了 是 而且在经济持平的情况之下 这边的经济分配了更加的均匀 嗯 主要集中在打野 然后上单的卡兹克和ADC的大嘴身上还是不错的 哎呦 哎 这时候我需要比较卡兹的大嘴 啊 这是第五次了 这边的杰拉的大招是一个防守型的大招 在这边的话感觉 他们有机会要再追 啊 因为小胖赶得过来 追的话应该说不太可能 但可以退一波 但可以 呃 退一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退一波真的有意义吗 呃 这起码大家推到线上去吧 看这一波马上就选择了回去 我感觉刚才杰送的太快太果断 黄族的其他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 哎 杰冲了过来 啊 下次直接打出了闪现 那么可以看看刚刚的杰一冲的话 直接杰拉就给了他一个虚肉 这个虚肉其实还是蛮关键的 不然的话卡兹克可能有可能刚刚就被秒了 因为他最后剩的血量非常的危险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边杰应该当时也不要太冲动 应该等蓝波一个大招的先手 找到一个好机会再切入他们的后排 刚才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如果刚刚这个 呃 就是说小炮如果在附近的话 其实还是有追击 能够一少换多的机会还是挺大的 其实 主要是小炮也不在 对 小炮赶过来的时间太晚了 那现在卡兹克也要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个安全 因为刚刚的很明显 现在他们已经针对卡兹克了 是的 现在双方经济相差并不多呀 但是炮娘的刷兵已经快达到300个了 等一下炮娘的装备可能再补出一把轻语 她在团队里面的输出将会变得非常的可怕 最主要她的等级也非常的高 这又代表了她的一个射程非常非常的远 没错 到后期之后射程 因为她的被动 越来越给力 好 这个是吓她一下 每次听到兰博的笑声 我觉得好贱 是的 其实我觉得凯南的那招 用不性能的时候 那个音效才很有感觉 就是冲击 呃啊啊 然后就呃啊死了 那个 有点糟糕 小鱼真的是谈话终结者 是吗 至于吗 终结者 啊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在看这边的比赛 哦 好的 我觉得这波团队要打起来 嗯 感觉上来说LM的话 这边也并不是太敢以这一个人马为先手 因为他们的一个后续留任能力不是特别强 但是他们的一个防守性确实非常强的 人马如果能够跟 杰拉如果能够跟上人马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话 应该说他们正面打起来还是非常占有优势 除非是阵地战不然的话 他的一个跟上节奏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他的一个大招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延迟的一个控制时间 不过UZI的实力真的是太强了 现在经济没有被拉开 完完全全源源自于UZI自己这边疯狂的放 是 已经有320个兵进账了 基本上来说他的一个补刀是其他四个人加起来差不多 对 你看对面的最高补刀数是大者191 他有320个补刀 是的 已经清雨了而且还在不停疯狂的放 这感觉像是现在皇族在上面感觉他也要自己要脱 他说我发文的 应该小炮感觉我发文的这么好 就算是后面的话跟大嘴打死也是完全不虚 底下就把大嘴给点死了 就是后面ADC的对点 尤其在现在版本里面 拼的是谁出暴击 对 谁出或者是谁有这样一个无尽这样一件装备 像大嘴的话 他毕竟是这样一个装备 其实打肉打的会非常的快 但是这皮和这皮之间的互点的话就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 而且本身的话小炮的Q技能所增加的攻速 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他在对点的时候战斗优势 是的 话说今天晚上皇族的结太苦了 到现在已经五次了 不管怎么说加油 现在准备大龙 如果这波大龙LM能够守下来或者说拿到的话 那整个的局势就已经是一个胜负手了 但是M似乎没有理会黄泽这样一个大龙纠结 是直接选择推这样一个中路 变成局势的大龙 但是感觉也不是特别好推 刚才这个点其实人马可以丢大 因为杰拉刚好在后面 是 人马丢大杰拉跟一个大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击伤 因为那个角落里的话 其实一个位置来说是还可以 因为他冲进去的不是他一个核心 所以问题不大 不怕被兰波这样一个在这个角落里面放出大招来 是的 但是刚才那样打的话 兰波很有可能会在后面放一个大招 来阻断出你的输出点 所以就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的小心 好 这个大招得想点 但是这个位置 哦 危险 盲松被点了三下 就已经过了半血 这两个百分比的装备和 诶 这要散下超快了吗 也上了 杀一个杰拉吗 啊 boss了吗 没有 没有 这边兰波没大 我觉得这边的话 ARM可以主动求战了 是 因为现在杰拉其实他已经没有大招了 所以说是 有没有他其实也有影响不大 在目前来说 对 现在人马是有大招的 所以说这波可以打 可以打 杰拉他大招的话还是没有用 对 看一下这边人马好像是找到一个机会 在这里看了一眼 但是队友距离的话有点远 而且这边有一个眼 现在小炮是占据了整个团队所有的一个资源基本上可以说 刚才看见这个人马回车也没有上去打断 还没有看到呀 也没有眼 对 那么现在感觉的话 黄祖这边其他人应该是 可以考虑一下疯狂往肉上面出 因为小炮的装备确实太好了 干脆互相换牵牌算了 但是小炮的装备也是一个纯输出的装备 是 这样的话一旦抓住机会把它秒掉了 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对的 所以双方如何保护好自己的AZ 这才是这场比赛非常关键的 我们论一下切后牌的实力 对 论一下切后牌的实力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独克配人马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因为杰这边是配蓝波和蜘蛛 这边也都可以 相对来说的话 他真差不多感觉上是 诶 那个时间就好到了 如果你要论硬切的能力的话 其实还是黄主这边要强一点 因为毕竟卡兹克不敢这样随便切进去 对 硬切的话 由于蓝波这样一个半肉 再配合着蜘蛛 诶 这里是直接选择了打大龙 LM最喜欢的时刻来了 是的 但是一看到这边的话 其实是有眼发现了 赶紧是选择了一个撤退 这个选择是非常果断 我们刚刚看到大龙 其实刚刚已经被打到 只剩下半血了 打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这边的话要打算直接要强拆这一个 但是人马这边是看一下视野 打吗 打吗 蓝波放了一个大 毕竟是在这个塔前的一个位置 其实如果刚刚是大胆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打的 可以打 刚才人马大的位置非常的好 这个位置如果一大的话 就算他们有人交闪现 至少也能打到两三个人 对 打到两三个人以后 杰拉就在旁边 这时候跟一个后手大的话 可能非常的优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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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秒掉了 踩了一个皇冠 还是一球秒掉了 人马大招还在憋着还在 好的 这波非常的稳去打大龙了 嗯 然后被抢大龙翻盘 嗯 不错 你在 不是 不是 我在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今天LM的队员可能要好好跟你聊一下 然后王森也是预感到这边要打大龙 所以一个家人会有时间从家里面冲了过来 回头溢了很多人 好的 这边的话大龙应该是囊中之物了 拿到了 好 然后这边还能冲狗头 不是狗头的 这个人马还有大招 大家就选择稳定的撤退吗 狗和妈长得很像吗 诶 失误口误 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个喜欢卖萌的漂亮的女人的 这个 这个 截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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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波我觉得皇族难道要败倒在LM之下 这个的话真的是联赛就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 瑞兹说好寂寞 25分钟了还没有人提到过我 我们提到过一下的 这把有瑞兹吗 我提到过他那个时候数据是010 哦 我看到 瑞兹已经出到了冰心了 是的 嗯 然后感觉这个装备的话 他也是要出一个磨切 嗯 好了 我们提到瑞兹了 我们可以说别人了 嗯 我们看炮娘刚才这波团战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啊 刚那波团战的话 基本上他们根本没有没有进行 算不上是打一波团战 因为他直接是被杰拉给易中了之后就秒杀掉了 是的 关键是这一把外侧的发挥真的是令人堪忧啊 是的 这把是确实是没有发挥好 不知道为何 嗯 如果他前面那两次都能够拼死的话 那么呃 呃 相对来说的话他这一把发挥就基本上就神了 这个就没办法 对的 因为单线英雄 你拼这个一旦拼输了第一波 接下来就很难再拼赢了 如果第二波还能够拼赢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 但如果第二波再输的话 那真的就是 除非打野的来帮你 不然就是无底洞了 是的 但是似乎打野当时也没怎么干涉过他们下路 打野很猫 哦 这可是蓝波 咱们可以看到刚刚也是非常果断啊 也是直接闪掉制度的一个意义 好这边强拆掉这一个上路的二塔 然后现在身上有的这个大王buff 所以说不用急 稍微的消耗一波是可以接受的 嗯 这样慢慢的这样一个 哎 人马 这是麦蒙 麦蒙吗 好大队上就是超越了一个射程 很快的就能够将这一个塔给点掉 还差的很少 再来一波兵就危险了 是的 这边皇族还不开团吗 他很难开啊 有着这个杰拉战 反先手太厉害了 对的 而且 嗯 蜘蛛才只有十一截 这 我们可以看到人马他这个大招非常的能憋 他基本上来说的话 他是留着感觉是 呃 到后面的话是留着保护 是的 额心的感觉是 好的 大嘴 结上了 哎呀 太完美了 瑞兹双杀了 还有存在感了 小炮又没有时间给他一个发挥的时机 小炮在干嘛 小炮在干嘛 太完美了 天哪 这伤害 好的 卡斯克来了 秒掉 团灭 一个一一换五 基本上一波GG 这一台LM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 这边没有兵线 无所谓现在 谁在乎兵线 兵线来了 不过兵线来的话 塔的这个防御力会下降 这个倒是真的推的更快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一局是见证LM成长的一次比赛 这一把比赛用的这个阵容实在是打得太漂亮了 是的